美国为什么要说中国是卡塔尔世界杯最大的赢家? 说卡塔尔只不过是明面上举办的世界杯 背后真正举办的国家其实是中国 中国才是本次世界杯最大最大的赢家 很多网友觉得奇怪 照计中国足球真的没有参加 但是本次卡塔尔世界杯最大的赢家确实是中国 你想想 4年前卡塔尔申请到举办世界杯的主办权 作为中东第一大富豪国 全国上下有钱人还是有钱人 那么有钱必须要扮一届和以往历届都不同的世界杯 这一把要凭着世界杯被全世界都记住卡塔尔 其他我没有我就是不争钱 那怎么办? 将钱拿出来 将世界杯扮成历史上最贵的世界杯 最豪华的世界杯 要在短短4年里面 搞出很大的工程 很大的花样 但是问题是卡塔尔出了名赴到楼游的国家 人人都是富豪 个个都不欠钱 没有人做事 那怎么办? 他们就全世界范围内征招设计师、建筑队 什么德国、英国、美国、加拿大都接触了大陆 但是别人都不敢接 你四年就说要建个飞机场 还要建地铁 还要建成百多间酒店 建几个大的体育场 这个一般人哪个做得来? 这件事全球只有一个国家可以帮到你 哪个呢? 不用我说了 大家都知道了 没错 就是中国 中国基建 中国的速度 真的不是吹的 放眼全世界都是迪迪 于是最终卡塔尔和中国 就整个世界杯项目 达成了更多深度的合作 刚刚签完第一个主体育场的项目 第二天中国大手一揮就出发 当日15台大型起重机 30台挖掘机 20台搅拌机等等等等 就齐齐齐地往卡塔尔出发 最终主体育馆行目 不但提前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 还顺带创下了六个世界之序 你说谁能支持 看看这个图片 大家是否觉得很熟 卡塔尔一看 大哥你做得可以 人家转过来就把体育馆 印在他们国家的货币上全球发行 那交通怎么办 必须要很有牌面 又要有纯电动 继续找中国 1500台高颜值的纯电动大巴 又超预期地跟他开过去 然后卡塔尔又想 我要找个什么宝贝 给全世界的人都喜欢 好了 还是找中国 这两个大红猫 卡塔尔真的喜出望外 因为直接发巨资 又新建了一个12万平方的熊猫馆 甚至还和熊猫配合瀑布景观和空调 当地的侍养员怕熊猫听不明白他们的语言 据说上岗前还要经过四川话的培训 就为了能够和熊猫交流 当然了 还有世界杯 最重要的主角 就是说踢球 球员穿的球衣 裁判吹的口哨 奖杯 奖牌 各个国家的国旗 还有广告牌 LED 这些清一色 全部都是中国制造 还有整个卡塔尔的超市 商场里面 和世界杯相关的 旗仔 水杯 公仔 假发 头套 眼镜 彩笔 等等 等等 只要你随手一拿起身 下面全部印着 Mac in China 所以说 美国都说 中国才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赢家 虽然中国队没能够去参赛 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说 美国这次真的没有说大话